We used to have each other's playlists No no Used to be each other's best friends Yeah And now we go our separate pathways But your heart's still in mind Yeah And maybe we could try it next week Again This video is with Castify 相信大家應該對這個品牌不陌生 他們家除了有推出各種強度的防摔殼之外 款式選擇也是非常多 很常跟一些品牌或是卡通推出聯名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容易摔手機的人 基本上我的手機殼不能只有好看 一定要有防摔的功能 不然可能每到一兩個禮拜 我的手機就已經被我摔壞了 基本上我對手機殼要求是防摔第一 然後再來其次才是美觀 但是Castify他們家的手機殼 可能就是兼具了好看又防摔 所以這一點我真的是非常的滿意 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款 終極防摔手機殼 這一款也是他們家防護力最強的一款 四邊都有強化彈力保護角 讓邊角的部分更有彈性 可以兼換你掉落時候的那個衝擊力 還有很棒的是還有加高邊框的部分 可以更好地保護到螢幕 然後它還有採用獨家專利的Ecoshock防護科技 內側的部分呢是螺旋紋的設計 而且它具備6倍均規級防摔標準 是通過了156次非常嚴苛的防摔測試 重點是我覺得它的款式也超級無敵可愛 還有那種Y2K的感覺 現在手機上面裝的這個呢是這種透明紫色的殼 然後上面的設計呢是這種很像貼了一堆小貼紙的感覺 再來另外兩款呢都是這種現在很流行的格子啊 還有愛心等等的設計 像是前陣子呢我在我們家的地下室摔到了手機 大家也知道地下室就是那種柏油路 柏油路就是手機殺手 那個時候是我裝了他們家手機殼第一次摔到手機 所以其實我還蠻緊張的 況且我的手機呢是正面朝下 但後來我拿起來發現整個手機完全沒事 而且在邊邊角角的地方甚至一點擦傷都沒有 螢幕的部分更是不用說完全沒有裂開 這一款呢真的是我目前擁有的所有手機殼裡面最防摔 也最讓我安心的一款 剛剛有提到我正面摔下去之後呢 手機螢幕完全相安無事 我覺得也要歸功於他們家的這個抗藍光螢幕保護貼 先來介紹一下它抗藍光的部分好了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用手機的時間都非常非常的長 除了眼睛會疲勞不舒服之外 其實也會導致你的睡眠品質下降 我覺得除了你的眼鏡要有抗藍光之外 手機保護貼也可以再多一層抗藍光的保護 它的材質是那種很耐用的9H剛化玻璃 防刮花防指紋然後也不容易碎裂 而且呢它是那種超薄的五感設計 只有0.33mm 幾乎是完全沒有什麼存在感的 也不會影響到螢幕的觸控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用了之後就回不去 而且推薦給身邊超多朋友的這個多功能手機背帶 我手邊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黑色然後另外一個是比較深的紫色 我對這種手機背帶真的是有一種相見恨玩的感覺 尤其是在出國或是你要出遊的時候 除了你可以隨時隨地找到你的手機 然後把你想要記錄的風景拍下來之外呢 旅遊的時候就是要一直訂著手機然後找路啊看地圖 如果不斷地把手機放到口袋再拿出來 或者是放在包包裡面要拿的時候再翻找的話 真的是超級花時間 它還有一個Feedlock磁口 這個磁口呢看似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真的超級實用 畢竟你在出去的時候常常可能會背包包啊 或者是背相機 這時候如果你再背一個手機背帶 你身上那些背帶就很容易打結 或者是你要把其中一個東西拿下來的時候 你需要先拿掉包包再拿掉相機 才可以再把手機背帶這樣子拿下來 但是有了這個磁口之後呢 完全不需要通過這些繁鎖的程序 你可以超快速的裝些背帶 介紹很多在那邊東拉西扯的時間 它還有配備五個多用途掛點 你就可以把一些隨身小物啊 像是AirPods或者是AirTag等等的東西都掛上去 我真的已經推薦我身邊超多朋友去買這個背帶了 Castify還有提供我一個專屬的優惠連結 如果你有想購買東西的話呢 可以直接點選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就可以直接享有折扣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 今天呢裡面這個內搭高領是來自無印良品的 我覺得無印良品或是Uniqlo 都可以找到很多這種素色的高領內搭 然後外面這一件呢超級無敵可愛 有點半透膚的真織罩衫是來自Mini Methods的 這是他們跟Planme的聯名 這件我超級喜歡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的袖子強到一個爆炸欸 大家看得出來嗎 它應該是原本設計就是走這種很慵懶啊 很像那種穿睡衣感覺的樣子 它的條紋顏色我覺得也很可愛 是這種綠色還有紫色的搭配 然後褲子的話呢這一件是來自東區的一間店 叫做OPPO 這件其實我在高中的時候就有關注 但是之前都沒有買過他們家的衣服 但最近為了要拍影片就去他們家逛了一下 挑到這件褲子到時候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包包的話呢背的是這個法國的品牌 然後他們家出了很多這種可送的包包 我自己買了大的跟這個小的尺寸 大的真的是非常大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小的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日常就非常的足夠 今天來陪BB叔叔打第三劑的疫苗 因為呢我們要去日本玩 然後日本是要嘛你打完三劑疫苗 但應該沒差 不過我在猶豫中 打完之後我隔天不知道起不起來 我發出了一個G叫聲 他直接彈跳耶 我直接摔到地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耶 酷耶 菜單耶 去別人家吃 對 XDDD 他在獅材 嘅 他在獅材 吃飯 然後我們還有第二次 飛飛 我打下去 馬上就覺得手超酸 我現在整個手都覺得快要舉不起來 我覺得明天應該是完蛋了 但是他說他現在目前還沒有什麼 任何的感覺 可是我剛剛太用力了 太緊張的關係 但是因為我的小黃卡 好像目前有點失蹤的狀態 所以我沒有辦法蓋張 他說可以下次經過診所的時候 再來補蓋 但是我真的很怕我找不到 我的小黃卡 我記得我是上一次帶去日本之後 回來就這樣有沒有看到他 然後我們現在呢要去吃一間早午餐 是一個最近好像還蠻多人去的 在東區附近 我妹前幾天也有去 然後想說那我們現在去一下 但是他其實五點半就關了 所以現在過去 算是還蠻剛好的 希望有位子 我們壓線來這邊 下一集在四點半了 他們五點半就關了 下一點就吃不到 我點了一個超酷的東西 是咖啡沙士 這個它裡面是薑汁汽水 然後上面是美食 我覺得超酷的 因為我剛剛原本想要點西西里 但這邊沒有 所以點了一個這個 我就是很愛喝各個 氣泡類的東西 交給大家看 感覺很厲害 它這邊有一個沙士的味道 你點的是什麼 我知道 酷耶 很酷耶 我剛剛喝了一口這個 我覺得喝起來的味道 還蠻特別的 但是沒有到超級好喝 苦瓜好吃喔 我覺得如果要嘗鮮的話 蠻不錯的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過有人 薑汁汽水加咖啡 但它的尾韻會有一點點 中藥皮褲的感覺 所以其實好像沒有到很愛 我還是最喜歡西西里 然後中間的話是醃漬洋酒 我點了一個 那中間好像蘋果 它就是蘋果啊 我點了一個 我點了一個 酪梨開放三明具 這個開放三明具是超酷的 它上面是蘋果 酸麵包配酪梨片 它點的這個是 柚子胡椒炒蛋可送 我媽還點了一個甜點 就是海鹽菜杯野藻蛋糕 然後上面有一個香草冰淇淋 哇 好厲害耶 這什麼 焦糖脆片嗎 我覺得剛剛那間還好 我覺得它的主食我都沒有到非常喜歡 因為它有一些創意的成分在裡面 然後我自己本人就比較喜歡吃那種 最基本的 調味 但我覺得它那個甜點很好吃 就最後那個 焦糖海鹽冰淇淋的那個甜點 我就是蠻值得點的 然後呢 因為我們三月底要去滑雪 所以最近都會逛一些滑雪用品店 等一下要去一間在北門附近的 等一下結束之後呢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再去林口Outlet去逛一下滑雪景 我已經在網路上訂好了 但是因為它覺得我那個網站 它不會準時寄送到 所以它不跟我一起訂 它要自己在台灣看 它有尺寸問題喔 它沒有尺寸 它沒有分尺寸 還是有不同的版型 你可以試到你合適的尺寸 哇 你好講究喔 據說這邊很好挖寶 這間超好看的 這邊可以拿一些手機 想說可以拿來當滑雪衣 可惡 這件我也想要 我還買了一個這個可以戴在滑雪的安全帽裡面的一個 算是毛帽 內襯的感覺 剛剛原本都已經要開到林口Outlet 結果有人開錯路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桃園 我沒有開錯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既然都到桃園了 就來逛一個桃園這邊的滑雪用品店 這間的旁邊有一個滑雪的聚樂部 然後裡面就可以滑雪滑雪 超酷的 好可愛喔 旁邊這邊就是我們要買的這間滑雪用具店 感覺東西蠻多的耶 去晃晃 超多可愛的顏色 有這種粉紅色的 然後還有淺藍色的 之前我在其他那種滑雪用具店都沒有看到這麼可愛的顏色 然後還有這種比較偏薯微草綠的 都好好看喔 還有紫色 這顏色很可愛 可是它比較適合天氣很好太陽很大的時候 好可愛 我剛剛到家之後呢 就收到了一個包裹 這個包裹就是我前陣子在一個國外網線上面訂的滑雪用品 我訂了手套 雪鏡 然後還有一個保暖的衣服 也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說的那個雪鏡 還有你們不相信我的東西會在最近到 好期待 給大家看我買的超可愛的手套 是一個紫色的 然後這個牌子好像是一個蠻有美的牌子 我也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們是這次要去滑雪之前才開始做功課 我們看這個顏色 因為我的雪庫是紫色的 所以就想說配一個紫色的手套 這是不是很棒 下一個東西呢 就是The North Face的一個保暖衣 也是淺紫色的 這個也很讚 啊 我選對紫色了欸 因為它其實只剩下S跟XL 我想說S應該就蠻夠的 因為它Model穿起來感覺是偏大的那種 再來 就是重頭戲 我們的滑雪鏡 你現在是不是很羨慕 看起來又應該很羨慕的眼神看不到 我好期待唷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點風險 就是因為我完全沒有試袋過 我就直接買了 但它其實是沒有分什麼男女 也沒有分尺寸的 單純就只有它的眼鏡的形狀 合不合你自己的臉型 所以我覺得就是蠻冒險的 如果你要在網路上訂的話 這個好棒喔 這是它附的一個花雪眼鏡的袋子 它是這樣子從前面拉開的 我覺得蠻酷的欸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直接是一個雪鏡 BB叔叔今天買的那個 它是那種可以換鏡片的 可以換成比較適合大太陽下的鏡片 或者是那種比較適合夜滑的鏡片 但我這個就是只有單一的鏡片 登登 然後它旁邊呢 就是它們很明顯的logo 其實我原本在選另外一款跟這款 然後最後我挑選這款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旁邊才是這個logo 然後另外一款的話呢 是它們這個品名 那個品名我就覺得 這旁邊好像沒有到特別好看 我有一部分是為了它這個圓圓的 奧克里的這個logo才買的 後來我也覺得我買對了 因為這個鏡片的顏色 才是比較適合在大太陽 或者是稍微有點陰天的 天氣滑雪 以下呢 就是我這次在這個網站上面 訂的一些滑雪用具 然後還有其他我的滑雪服 跟滑雪的褲子還沒到 嗨大家 我今天跟Iris有約要陪她去拍一支影片 但我們要先去吃一間早午餐 不要拍這支影片呢 是一個幫對方挑衣服的主題 然後我今天手機就用了這個手機背帶 我想說這樣子拍攝起來比較方便一點點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 裡面呢 配了一個這種黑色的高靈 這個好像是unicorn的 有點發熱效果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覺得越來越熱 然後外面這一件呢 是來自東區的一個店家 Pingo的 它其實好像原本是一間網拍店 然後後來有開實體店面 在東區那件好像是新開店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看過 這件我超級喜歡 它就是一個棒球外套 但是它又在這邊做了一個領子 以棒球外套會來再氣質一點點 然後是這種米色跟黑色的撞色設計 褲子呢 穿的是Mauzy的這一條牛仔褲 這一條我真的超常穿 它的版型很讚 然後是這種直筒淺色的牛仔褲 一樣是背這個黑色的小可頌包 我原本一直在猶豫要不要開車去 但是後來想說還是開車好了 因為這樣子我比較快一點 不然還要先搭公車再轉捷 因為有點太慢了 我怕遲到 我們是約下午一點吃早午餐 然後等一下吃完就準備去拍攝 而且我昨天打完疫苗我今天手很痠 我想說會不會開車會很危險 但後來想說應該還好 我們原本想要去吃一間叫做 我也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反正上個禮拜我原本就想去吃 但是後來也沒吃到 然後今天呢 因為Iris說她比較不想要吃麵類的 她想要吃那種早午餐 就是有酪梨啊或是吐司類的 所以我想說好吧那我們改吃另外一間 就是平常我們真的很常去吃的一間 我們又來吃熱間 欸是不是還沒擦唇膏 其實看起來很差 我點了一個優格碗 然後這個是什麼 雞肉的飯 我現在已經到西門町這邊了 因為我們今天要拍攝的地點在西門町 然後剛剛其實Iris找了一個停車場 但是呢因為我真的是沒辦法停那種太小的停車場 我的技術還不夠 所以我就找了另外一個 俄梅停車場 就我平常停的那一個 然後現在要去拍片了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三點 我們已經拍完影片了 大家可以去這位小姐的頻道看 我輸的多徹底 剛剛拍完影片之後呢 我就去找808 然後隨便吃了一個晚餐 現在差不多要回家了 其實今天原本808跟蘇 晚上要來我家看大嘻哈時代的 但是因為我昨天打針 然後我覺得剛剛下午 接近晚上的時候 越來越不舒服 就有點頭痛啊 然後頭後面的神經一直在跳動的感覺 所以就想說 算了那我們約改天好了 就跟他吃了個飯之後 現在要自己回家 然後我剛剛收到簡訊 我的一個植物的包裹到Seven了 我要去取貨 然後再跟大家開箱 我們來開箱一下我的植物 這個呢是我每週三晚上七點會在臉書 阿金的便秘花園看他們的直播 然後呢下單的植物 我真的是每個禮拜都會看 然後每個禮拜都好像一定會買東西 我是忠實的直播觀眾 然後呢因為這次我妹也有一起看直播 所以也有一些是他的 我把它拆開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裡面有很多棉花 所以他在運送的過程中也不會受傷 但是收到簡訊之後就馬上去取貨 因為他在裡面如果燜好多天的話 一定會有葉子耗掉 我買了一個這個銀劍曼綠絨 它是這種比較偏向銀色的葉面 這個超便宜的 好像才50塊還是60塊 其實我之前就有買過 然後我之前的那個養死了 但是我就非常喜歡它 所以就再把它買回來 我覺得在種植物的過程中 就是不斷會有可能會種死阿 或者是養不好的情況 絕對不是每個植物都可以種得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不要灰心 再來這個小布隆東的呢 是火鶴之王 這個我妹也買了一株 而且我覺得現在植物的價格都有掉下來 就是以前這些都要非常的貴 以前這小小一株可能就要1000多了 然後現在呢 因為已經大量的繁殖 所以價格就有變低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入手的時候 這個是火鶴之厚 因為它現在還是個小寶寶 所以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小 這個是黑厚 它有分綠厚還有黑厚 這個是美美的 銀葉林樹藤 對 這個之後應該會越來越藍 你這個是白皇后觀音臉 這個要長大一點才會看出它的特徵 好的 以上就是這次買的植物 大家我現在呢 要來拍一個限時動態的合作 然後要先來佈置一下場地 因為品牌有寄給我這個小道具 他們希望一定要有在背景後面的這種彩帶 然後還有另外一包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們黏在很後面的這個牆壁上面 其實這個昨天是非常密實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變得超稀疏的 可能是已經掉了一些 拍完合作的那個限時動態了 然後等一下要來撿 先來去一下我的午餐 我今天又叫了咖啡印 然後呢平常都是吃那個黑色的那個吐司 這次點了一個伯爵奶茶絲糠 因為我記得上次點的時候蠻好吃的 我今天想說不要吃太多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下午兩三點了 我今天晚上要跟808 然後還有Nixon跟另外一個朋友 我們要吃晚餐 因為那時候808生日的時候 Nixon在日本玩 所以呢他就想說要補吃一餐 因為再過四個小時就要吃飯 所以我就想說不要點太多東西 我剛下樓的時候 收到了一個包裹 我真的超期待這個 這個是我在Selfridge訂的 然後是一個叫做Tuffer的品牌 跟UGG的合作 他們聯名出了一個包包 然後這個包包其實之前還蠻難買的 其實我猶豫尺寸 猶豫超級久 因為它總共有推出三個尺寸 其中一個是那種超級巨大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中型一點點 但還是偏大 可以放得下A4或者是你的電腦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他們家最小的這個尺寸 也就是我後來選的 然後Tuffer這個品牌呢 他們的包包大概有十幾二十個顏色 然後每次呢 就真的只會上一款 就要看你本人喜不喜歡那個顏色 如果喜歡又剛好有貨的話就可以搶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確定 你就是想用那個顏色的話呢 你可能要等很久 要等一輪之後 才會輪到你的顏色 那現在我覺得應該 熱度比較退了一點點 所以這個包包呢 其實我沒有用搶的 我就是他們上新之後的 大概隔了兩三天 還可以買得到 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之後呢 就是一個防塵袋 上面就印了這兩個聯名牌子的logo 包包的本身是這種橘皮的 然後邊邊的地方呢 是這種絨毛的 這真的超可愛耶 其實這個應該是比較適合冬天杯 現在已經慢慢進入到春天夏天了 但是呢 我就想說 應該也只有這個時候才搶得到 如果是冬天的話 應該是完全買不到 我覺得它這個拎著的地方真的超可愛 因為它連這邊都有做那個 貓絨絨的感覺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鞋背的部分呢 它就是做這種一般的橘皮的設計 是不是超可愛 欸這很好看耶 它可以像這樣子鞋背 然後你也可以手提 但是你手提的時候呢 這個袋子是沒有辦法藏起來的 可能可以連它這個鞋背的把手 一起這樣子拎著 本人質感還蠻不錯的 還好當初我決定要定它 沒有憂鬱太久 我們來試試看把手機放進去 欸其實是可以的耶 它是可以橫著這樣子躺進去的 這個容量我覺得日常那種出門是蠻剛好 雖然是7點半吃飯 但我想說提前出門比較不會碰到塞車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上衣呢 是Brandy的 這個是一個長袖的針織上衣 它是有點偏短板的 這件好像是我大概四五年前在美國買的 真的已經蠻久了 可以看到它都已經起球了 褲子就是前陣子韓國戰利品 我跟大家分享過的 Martin King的這一個工裝的牛仔褲 整體就是走這種比較寬鬆直筒的感覺 也是屬於那種比較薄一點點的牛仔布料 所以我覺得也蠻適合春夏的 然後包包呢就是被剛剛開箱的這一個 超可愛的想說趕快把它背出門 我先來接808下班 雖然完全不順路 但是他就跟我講說 他準時下班可不可以來接他 所以我就來接他 我剛剛從我家開過來已經花了20分鐘 因為現在下班時間超級無敵賽 然後我現在呢要開去我們吃飯的地方 要再開20分鐘 其實原本從我家到那邊只要20分鐘的 然後今天要吃的餐廳呢 是上次Nexon生日吃的 叫做紅皇后川九 也就是我之前說他們那個金沙的一道菜 很好吃的一間店 之前也有在vlog裡面拍過 然後蠻多人問的 好 您好 哎呀 早安 你這什麼頭髮 你沒關好 欸 車超多然後你超敢開 對 我就跟你說 你也屌欸 我不想在你 你瘋了 這裡車多到我剛剛想說 這人太scare了 外面的車多到瘋掉 我光走在路上都會怕 是誰叫我來載你 你知道從我家過去就要20分鐘 然後我來載你再過去我們總要開40分鐘 但我們本來就約7點半 不要吵 現在是一堆車的總燈 真的好多次好煩喔 這次是我一個俠盜列車手 沒錯 這家好吃 我們這次坐的位置竟然還跟上次一樣 沒錯 又是這個圓桌 那我們整天都吃一碗牛菜 這一道就是我超級瑕疵的 酸菜魚 欸好厲害喔 超大一碗 欸那會真是好大一碗 喔那是白菜 祝你的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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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個身體健康 好乾淨喔 這是身體健康 嗨大家 我現在差不多要出門了 然後今天完全素顏 是因為我要去做一個臉部調筋 我覺得超酷的 就是在臉上按摩啊 或者是用刮沙那類的 我非常期待 我大概是一個月前就預約了 然後就一直等著這天 其實我在家裡也會自己按摩啊 或者是刮沙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自己按的手法 是不是正確的 然後我也蠻想給別人按按看的 這件上衣呢 這一件是來自X girl的 這個是我在日本的時候買的 好像是解封後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買的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拉鍊上衣 然後褲子的話呢 來自洪 這個是他們某一次的選品 但是這種韓國連線的衣服 就是如果他這一季過了 通常就買不到了 所以大家就參考看看 我覺得他們家褲子蠻不錯的 然後這一條我覺得很特別 它是做這樣子交叉的車線 再來最後呢是我的包包 今天因為我想說等一下 弄完臉部調筋之後可以去咖啡廳 所以就帶了一個超級無敵大的包包 這個包包是我在巴黎的COS買的 這個我不確定台灣進了沒有 因為其實我原本是想要找他們家很紅的那個雲朵包 但是呢我已經跑遍了各個COS 都沒有看到這一間 所以呢最後就選了這個 因為我想說這個也不錯 蠻符合我需求的 就是這種恨縫啊 然後也可以裝很多東西 大袋子 還可以這樣子斜杯 長度蠻剛好的 但是不能調 可能它只需要一個招呼 很多年來都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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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會跟妳 長度跟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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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已經做完臉部的條筋了 想說來趕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我自己是覺得按起來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比自己按的用力很多 因為其實我原本自己按就是這樣輕輕的帶過 就覺得應該差不多了 給別人按的話呢那個力道就完全的不一樣 而且我剛剛在刮這個蘋果肌這個地方的時候 真的是酸到不行 我甚至有流眼淚 就真的很痛 但是那種痛是那種酸爽的感覺 不是那種很不舒服的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臉部條筋大概會40到50分鐘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會幫妳稍微的清一下粉刺 導入精華之後呢會再敷一個那種軟式的面膜 整體來說我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我有看到蠻多人的回饋是說 他們用完的隔天或者是過幾天呢 臉部的狀況都會非常非常的好 沒有那種嘴邊肉啊 或是上妝也會比較浮貼 這些我目前都還不知道 再跟大家聲明一下 我真的是完全沒有收痕的錢 我真的也是看別人的推薦慕名而來 然後我剛剛原本是想說去找個咖啡廳 可以剪片什麼的 但後來想說我還是去找個地方吃飯 然後吃完飯就回家剪片好了 因為我明天有事要早起 所以就想說早點回家休息 我找到一間叫做別鎖的 剛好在這附近走過4分鐘 我點了一杯檸檬美食 應該就是喜喜里檸檬 還點了一個鍋子辣椒雞湯飯 哇!是零麥耶 我不要再加等一些小菜 來!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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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fted x3 This is the best thrill I want you to know letting you in From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you are all I missed Baby it took just one kiss 嗨大家 现在蛮早的 然后我今天要去做指甲 因为下个礼拜要出国 加上我的这个光疗呢 已经变得蛮长的 所以我就想说顺便去做一下 做完指甲之后呢 我要去一个花艺工作坊 是UT跟一个展览空间合作的 会在那个展览空间展示一些画 然后也会有兰花的工作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 我今天的上衣呢 一样是内搭一个黑色的高领上衣 然后外面呢 套了一个这种类似马甲背心的感觉 但是它材质是针织的 我觉得这件蛮适合搭在西装外套里面的 会很好看 然后这件呢是来自青豆的 裙子的部分呢 穿的是Morgan他们的裙子 这件其实我已经拍过一个贴纹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腰部的地方是做这种细的松紧带 穿起来蛮舒服 但是我觉得比较适合穿长的上衣把盖住 然后再来的话呢正面的部分 而且虽然是白色但是不太会透 包包呢一样又是背这个黑色的可颂包 我已经做完指甲了给大家看超可爱的 图片都是我一个一个上网找 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 拼成一只完整的十个手指头 很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做 会比较清楚 然后也可以做到自己真的完全想要的指甲 现在的时间是一点多 然后那个花艺的课程呢是两点开始 时间非常的刚好 我想说就是慢慢散步过去 因为天气很好想说可以散步一下 也顺便看一下路上有没有什么便利商 可以有买东西吃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吃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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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